徐悲鸿八郡图画的 作为徐悲鸿手下的马 这八郡是有些不同的 因为它们有名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徐悲鸿的偏爱 还是背后另有故事 八郡图 是徐悲鸿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以周穆王八郡为奇谈 八郡马形态各异 飘逸灵动 在绘画技法上 是极为成功的中西融合的产物 周穆王即兴 明满 是周朝的第五位君主 在位55年 是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周王 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 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 史称穆仙子 这八卷便是他的座起 古代普通的战车 由四匹马拉扯 这对御守的要求 已然非常高了 但周穆王喜欢急速 便将自己的座驾升级为八席 由诸侯送来的八匹骏马担当御马 扯八匹马街 非凡品 一个叫绝地 足不见土 脚不落地 可以腾空而飞 一个叫搬鱼 可以跑得比飞鸟还快 一个叫笨精 夜行万里 一个叫超光 可以追着太阳飞奔 一个叫鱼灰 马毛的色彩灿烂无比 光芒四射 一个叫超影 一个马身十个影子 一个叫藤部 驾着云雾而飞奔 一个叫邪义 身上长有翅膀 像大鹏一样展翅翱翔九万里 八郡图 并不止徐碑 同一人画过 他是从六朝起 就很流行的一幅画 有关八郡的名目 这书记载也有所不同 《晋王家十一记》中 所记载为《绝地等八郡》 《穆天子传》中则记载为 《华流》 《路尔》 《赤记》 《白兮》 《徐广》 《鱼伦》 《岛离》 《山子》 柳宗元的关八郡图说 亦采用了这种说法 展开全文 在柳宗元时代 除了画八郡图 还有许多著名的作家 诗人 忽然写作了不少 有关八郡的诗文 著名的就有 《白居易新粤府》中的 八郡图 《袁忍》的武 《阎古诗八郡图》 《李观的周牧王八郡图绪》等等 这一文学现象 可能与唐德宗李师的 望云追马有关 唐昭元兴元年三月 因李怀光叛乱 唐德宗林姓梁州 七月返京 袁忍在《望云追马歌序》中说道 德宗皇帝以八马姓属 七马倒闭 为望云追来往不顿 李赵国诗补也谈到了这件事 他说望云追 后老死非龙旧 贵妻多图写之 看来 当时对于八郡的推崇 借着德宗的战马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诸多八郡图有以徐悲鸿的最为特别 因为它是极为成功的中西融合的产物 运染全部按照马的形体结构 而施加 墨色浓 但有质 既表现了马的形体 又不影响墨色的韵味 他画的马 既有西方绘画中的造型 又有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计 中中西绘画之长屋一炉 笔墨酣畅 行神剧足 刚径矫健 飘瀚的骏马 给人以自由和力量的象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